那么前面我们讲了通过API来控制它的一个视频组件之后呢 我们再来一起了解如何通过API控制Camera 也就是相机组件它的一个表现 这里呢我们通过微信脸CreateCameraContext API呢 来控制我们Camera组件它的一些表现 那么通过调用我们的这个API呢 会返回一个Camera组件的一个上下文对象 那么在上下文对象里面呢 它提供了三个方法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方法TakePhoto 这个方法呢可以让我们使用Camera组件的一个拍照能力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它Object参数的一个字段 可以看到我们Object参数呢 它是支持四个字段 首先第一个呢是Quality 表示我们拍照的一个成像质量 这个质量呢可以有三种 第一个是Loy表示我们成像的质量比较低 那么第二种类型Normal呢 是我们一个默认的成像质量的类型 表示是一个正常的等级范围 那么最后一种High呢 表示我们成像质量需要比较高的一个等级 那么剩下三个字段呢 是Success, Fail以及 Complete 是我们在调用了这个方法之后的它的一个成功 失败以及完成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在Camera Context的这个上下文对象呢 还提供给我们第二个方法 Start Record 通过这个Start Record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去使用Camera组件的一个录像的能力 那么这个Start Record它对应的就是一个开始录像的方法 它提供了一个Object参数的值 那么这个Object参数呢 同样呢它是有四个字段 前三个字段呢也是我们这个Start Record的这个方法 它调用成功 调用失败以及调用完成的一个回调函数 那么最后一个字段Time Out Call Back这个字段呢 指的是我们这个在拍摄超过30秒 或者是我们页面的Unhead生命周期的时候 它会结束掉我们的一个录像 那么在我们Camera Context对象的第三个方法 也就是Stop Record这个方法呢 它表示的是我们可以去使用Camera组件 它的一个结束录像的能力 那么对应呢它也是一个Object的参数 这个Object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返回了三个字段 这三个字段呢有我们调用这个接口成功的一个回调函数 也有失败的回调函数 以及调用结束的回调函数 大家可以看到在调用成功的回调函数呢 它是返回给我们两个字段 第一个是我们的Time Thumb Pass 这个字段表示我们在录像完成之后 它的一个封面的图片的一个临时地址 那么第二个字段Temple Video Path呢 这个指的是我们在录像完成之后 它的一个video在我们本地的一个文件路径 这个文件路径呢是一个临时文件路径 那么微信.create camera context这个API呢 我们就不给大家在这里演示了 大家可以下去通过自己调用这个API 来看看它在真机上的一个表现 那么实时音视频组件的诞生呢 让我们直播类应用的实现成为了一种可能 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调用API 来控制我们实时音视频组件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通过两个API 来控制它们的表现 第一个是VX 第一个是微信.create live player context API 这个API呢我们可以去操作 对应的一个live player组件 也就是它的一个实时播放音视频流的组件 那么它会创建并返回live player组件的 一个上下文的对象 在这个上下文对象里面呢 它提供了七个方法 分别是play,stop,mute,pause,resume,request for screen 以及exit for screen 这七个方法对应的一个含义 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 那么鉴于这些方法比较简单呢 我们直接来讲解它每个方法所传入的一个参数 首先我们来看request for screen 它传入的一个object的参数列表 那么request for screen呢就代表的是我们这个live player组件 在进行全屏之后的它的一个实践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object类型的参数列表 第一个字段是direction 表示了我们在进入全屏后它的一个方向 0呢是正常的竖像 那么90度就是我们屏幕在逆时针旋转90度的一个方向 那么-90度呢是我们屏幕在顺时针旋转90度的一个视频的方向 那么在那么后三个字段 success,fail和complete呢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么其他方法的object的参数列表呢 我们可以看到都是这三个常驻参数的一个回调函数 这里我们就不多做介绍了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API 那么第二个API呢就是微信脸createLivePosherContext的API 这个API呢可以去控制我们LivePosher组件它对应的一个表现 那么这个API呢它会创建并返回LivePosher组件的一个上下文的对象 那么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上下文对象它是都有哪些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法start是我们LivePosher组件在开始推流的一个方法 stop方法呢来停止我们LivePosher组件的一个推流的功能 pause方法呢来暂停我们当前的一个LivePosher组件的推流 resume呢也就是对应它有一个恢复的推流的功能 switch camera方法呢是可以切换我们当前推流的一个 视频画面的前后的摄像头 那么snapshot呢它是我们当前推流画面的一个快照 所有方法的object参数列表呢都是由success,fill,complete 这三个参数来构成的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呢是LivePosher组件 以及LivePlayer组件它使用的一个要求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有一个实时音视频组件 它对应的一个版本要求 在微信客户端的iOS上面呢我们要求它的微信客户端的版本至少在6.5.21至上 那么在微信客户端的安卓版本上呢我们要求它对应的一个微信客户端版本是在6.5.19以上 那么对应的这两个组件它所要求的小程序基础库的最低版本要求呢是在1.7.0至上 这个呢就是我们实时音视频组件它的一个实用的版本要求